在暑假时候去看个3D电影来看到呢 3D电影当然是要戴3D眼镜咯 但是这一副眼镜不知道有多少人戴过呢 有可能会传染红眼症 医生说如果是不巧的话 上一个使用者刚好是有结膜眼的话 这个分泌物呢 有可能会污染的镜片传来给下一个使用者 那么部分的电影院呢 宣称说重复使用3D眼镜前都有消毒 但是呢多数的电影院几乎都是前一场赛场之后 赶快把这个3D的眼镜全部收到盒子里面 然后直接就发给了下一场的观众了 所以呢眼科医生也呼吁了 应该要结合消费者的力量 现在应该要强力的要求业者 以紫外线或是泡药水的方式 充分来消毒3D眼镜 那么在业者落实应有的商业道德之前 民众该怎么办呢 也只能够以不含酒精的消毒水来消毒 就可以减少感染眼疾的机会了